隋晓东主任医师 中医妇科专家 清晨中医和平馆镇疗医生 我是中医隋晓东 丝瓜是夏季非常常见的一种食令蔬菜 常吃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而且丝瓜全身都可以入药 可以用来治疗多种疾病 中医认为丝瓜胃肝性凉 有清热力湿凉血止血化瘀的作用 常食能顺气健脾化痰止咳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丝瓜瘦肉汤 具体的做法是先将丝瓜切块 猪瘦肉切片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煮开后放入所有的食材 中小火滚煮20分钟左右 放入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 这款汤的热量非常低 而且有清热力长 解暑出烦的作用 非常适合夏季如果出现了小便短黄 胃口不佳的人群食用 我是清晨中医隋小冬 我为健康代言 筷子的热量